好,各位西伙大家好 今天在这里介绍一盘 大坎大杀的对局 是我在2022年9月份 新浪上的对局 这盘棋是自己在新浪上对局的自占解说 我本人是一位 70后的 艳卫平时代的 围棋的棋迷 2000年之后呢 看了很多网络围棋 尤其是AI的对局 开始思路打开 试着把对AI 新的围棋理解融合到自己的 业余的对局当中去 也有了一些收获 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我上场的YouTube朋友的棋谱呢 除了给自己留着纪念之外呢 也失望能够供一些不愿动脑 下棋的棋友们开起解门 好,下面进入棋局 本局呢 我直败 对方呢 一看呢 风格和我差不多 三连性 也是走到外面的 就是很多时候呢 下棋呢 并不一定我能走到外面 很多时候呢 也可能被对手走到外面的时候 那现在就是这样 这个目前的局势看呢 可能很多人认为白棋亏 因为黑棋呢 这个棋都不仅围到了七路 都围到八路了 黑棋的实力巨大 而且这个实力是确定的 基本上确定的地 白棋呢 外围的相对叫虚 但是AI时代呢 那就看谁的力量大了 这块呢 应该说 白棋尽管实力比较虚 但是呢 白棋的活动空间也更大 那么 后面的很多棋呢 都接近这个展开的 那么这盘棋呢 多少有点针锋相对的意思了 那么一般我下棋呢 都是走到外面 当然也是追求 除了自己的风格之外 当然也是为了追求 追求子效的这个需要 但这盘棋呢 对手看来也愿意走到外面 那么走成这种局面呢 黑棋当然也很高兴 因为这块的实力是确定的了 下面呢 开始冲击白棋的剥弱这处 白棋这块呢 毕竟还是空间还是太大 那么眼前的这个呢 就是一个明显的诱惑 黑棋沾上 白棋开始攻击 白棋目的是紧住黑棋的气 因为这这盘棋呢 是深夜对决 质量啊 可能相对并不是很高 但是呢 充分展示了业余棋手的特点 不停的转换来转换去 白棋发现不行 这个他得忍 因为呢 这个棋被断开的话 一切攻击都没有了 所以还是补了一手 所以呢 由下这两个断点呢 这个给黑棋了 黑棋 要哪边就拿哪边去 那么 白棋发现呢 这块还得走 这块不走的话呢 这个你 这个棋也露着风 你对黑棋没想形成微补 所以说呢 就 这个 这两个字就算了 反正黑棋暂时也整不掉 目前看呢 这个棋还不是死棋 但是如果要死的话 当然白棋的获利会更大了 白棋呢 冲击黑棋的剥弱之处 黑棋呢 这个黑棋 冲击白棋的剥弱之处呢 白棋这里呢 还得暂时忍一忍 那么这部棋走完之后呢 这个就必须补了 因为不补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会被吃掉 把这个棋 这个棋可以救过去 但是这个棋救过去 这两个字被吃掉了 白棋这个 白棋的攻击呢 就 完全没有成效了 黑棋在这里呢 无条件的生活 所以说呢 这个 在AI时代呢 那么 怎么选择呢 那么还是忍 就是哪怕做活了 做活了呢 毕竟它是一个局部 一个 这个没有发展的四地 那么外围呢 更 空间更广阔 将来在这里做文章 或者用这个 后视杀棋 那么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 目前看呢 应该细细的说 白棋已经 落后了 因为攻击黑棋 落空了 尽管呢 这个算到 这个棋可以 杀掉 但是呢 没想到 这个棋 这两个棋 七斤 有可能被吃掉 那么结果呢 可向而知 就是 这几个棋被吃掉了 结果呢 白棋 大败 可以说 一开局 就已经 被逼到悬崖了 那么 怎么样翻身呢 走走看 也没想到怎么翻身 但是呢 这时候呢 黑棋呢 其实多少开始求稳了 这步棋 我认为 走得 太小了 白棋 果断打住 当然了 白棋这时候 也没什么可失去了 黑棋呢 自补了一手 我想它可能意思是 吹出 白棋赶快认输 这步棋呢 我真的没有必要 但是 它真就是给了白棋的机会 竟然呢 竟然呢 可以连过去了 竟然呢 可以连过去了 竟然呢 可以连过去了 然后呢 目前看呢 目前看呢 白棋的机会来了 就是本来白棋要认输的 现在呢 白棋不想认输了 把这个棋做活 这个棋呢 看来 这个是一个眼 这是一个眼 现在开始无条件做活了 那么开始吃棋 这个棋 这个棋 黑棋 竟然可以 连出去 黑棋在这里呢 没有做出一个眼了 这是个假眼 这样的话呢 黑棋在这里头 我们顶多这个地方 能做出一个真眼 所以那 黑棋 很遗憾 就死掉了 所以说 这个业余棋手的对击 就这个 棋换的结果出现了 现在白棋 居然反超 这个也是没有想到的 那么 走到棋 走到现在 居然就翻盘了 黑棋开始闹事情 那这个棋 白棋 当然可以给 你这样活 就活 好 那么白棋 开始求稳了 先把这棋封住 黑棋开始搅局 一个没注意 黑棋就完联过去了 因为这块呢 你看真冲不断 你要冲断的话呢 黑棋这回可以把白棋翻上 可以说没办法 白棋还得布一手 黑棋连回 好在呢 白棋还有一个线手 这盘棋 是 目前看最大的棋 因为 这个棋也不能要了 白白的又被吃掉了 所以做成现在 很奇怪的结果出现了 既然又回到了军事 但是应该说还是白棋好 黑棋已经贴不住过来 这把棋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后面警察的还在后面 居然呢 还能杀掉黑棋一块 开始收关之后 黑棋在这里已经补了一手了 现在看 黑棋盘面都烧了 白棋呢 抱着试试看的心里 看这个这么大空间里 能不能做过 小类小区呢 看看这还有没有机会 黑棋呢 认为你没有机会了 那么试试呢 这里块 还真有棋 就是 看笔棋了 不笔棋呢 至少也能双和 这个棋呢 黑棋还得结 否则的话 下面白棋这里可以活着 白棋这个活了之后呢 黑棋这里无条件的撕掉 好 现在可以笔棋了 居然呢 白棋还快 这个棋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局 这就是业余棋手的对局 半夜下的这个棋的风格 这个时候呢 白棋一开始悬崖上滑了一把 修了一把手筋 那四个子送给你 好 看你错过哪边 这个也扑上 这个也扑死 黑棋这两个 尽管吃到了四个子还是没有活 自习心被打击 黑棋呢 多次认输 这盘棋 大卡大杀的对局 走出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棋局 双方都是 这个像撒牙撒牙子一张尽情的往前本 都把自己的裤裆呢 露给对方 杀来杀去 结果 死尸遍地 好在呢最后呢 白棋还是 头脑深夜里头脑稍微清醒一点 最后 应得了比赛 这番机下完之后呢 感觉意想不到 运行的很多就是 这个追求的 这个 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个呢可能 会带给对局者更多的 欣喜 如果只是按部就班的呢 铺地板一样下棋 也没有什么惊喜可言 所以这呢也算是 围棋的一个小小的乐趣之一吧 好今天呢对你 听说呢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也祝大家呢一切顺利 希望大家能够 呃点赞 订阅 我们下次见